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由喜马拉雅F5独家出品 第874章 在半途中开始分离 金角巨瘦分身穿着结甲 背负事物与异 且带着星辰塔 由星辰塔去一趟宇宙周深处 去拿解凡子遗留的宝物倒是简单 而地球人本尊 则是穿着风魔灭身甲 背负血影刀 带着木灵之洲回归原始宇宙 这两大分身 金角巨瘦分身和地球人本尊 是罗锋真正主战两大分身 地球人本尊有血影刀 实力更强一些 金角巨瘦分身有事物与异 且事物与异内 携带着圆 那更是罗锋的最强杀手锏 二者都足以纵横宇宙海 遇到宇宙最强者都丝毫不拒 很快 罗锋回到原始宇宙 当一回到原始宇宙 人类族群最高层们自然知晓了 虚拟宇宙 巨斧神殿外 人类十九名宇宙之主 以及巨幅创始者正在这聚集 庆贺 罗锋安全归来 回到原始宇宙 那便再无危险了 彭宫之主哈哈笑着 其他轮回时代和两大圣地宇宙 根本没发进原始宇宙 而且原始宇宙中 即使是宇宙最强者 所能发挥的实力也是很有限的 比罗锋现在实力 都能硬碰硬差不了多少啊 一切安定 我人类族群 即将迎来高速发展期了 混沌撑住也是满是期待 对 我人类族群发展下去 注定会成为整个宇宙海第一大实力 虚拟之主更是直接道 人类族群最高层存在们 个个很开心 他们之前就担心 罗锋归来途中出现波折 还好 安全归来 他们一个个 已经看到未来人类族群的强大了 巨斧神殿外长条石桌上 巨斧创始者 十九名宇宙之主齐聚 我们在这里 一事迎接罗锋 庆和他安然归来 巨斧创始者 目光扫向周围 声音雄浑 第二 便是商量我人类族群 崛起宇宙海计划 崛起 听到这字眼 包括罗锋 混沌城主 黑暗之主 虚金之主 荒剑之主等一个个在内 都屏息 且激动起来 是的 该崛起了 人类族群在原始宇宙算得上是巅峰族群 可在茫茫宇宙海中却很弱小 若是在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人类这种仅仅只有一名宇宙最强者作战的族群 都没有资格站在巅峰族群行列 神眼足有七位宇宙最强者且不说 像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巅峰族群 平均也是有三到五位宇宙最强者 人类唯一拿得出手的 就是巨斧个人实力极强 其他的宇宙之主的实力 数量等等 在宇宙海中都很弱 此次崛起宇宙海计划 巨幅创始者充满兴奋 期待 银河领主罗锋来主导 各方配合 务必要让我人类族群 诞生出更多不朽 更多宇宙尊者 更多宇宙之主 乃至于更多的宇宙最强者 是 一个个都硬得非常干脆响亮 人类族群这一群宇宙之主们 对未来充满期待 各个干劲十足 且他们又听过罗锋讲道 很清楚那远古文明 成系统的培养方式 是何等好 绝对能让人类族群 实力不断发生变化 而罗锋 乃是最懂得远古文明的 又是断东和一脉传承者 他当主导 才是最适合的 若是来一个不懂远古文明的 根本就是瞎胡闹 罗锋也起身 看向周围 我罗锋 定当竭尽全力 让我人类 真正称霸宇宙海 成为宇宙海第一势力 称霸宇宙海 包括混沌成主 巨幅创始者在内 都是心中震动 更别提其他的宇宙之主了 个个一阵阵热血澎湃 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宇宙海中近白骨势力 哪一个不想成为宇宙海第一 可也仅仅敢奢侈地想象下罢了 在过去 谁有底气敢说这话 连说都不敢说 没底气 即使是元祖在时 也仅仅是元祖单独一个强大而已 也从未提过人类族群 敢称霸宇宙海 敢说要成为第一势力 毕竟论实力和两大圣地宇宙比 真的差太多了 两大圣地宇宙都有数百名宇宙之主 人类包括罗锋才十九个 而且还有准宇宙之主 都是因为圣地宇宙承受有限 无法提供神力供应它们突破的 所以两大圣地即使死掉一些宇宙之主 也能很快补充上 论至强至宝 两大圣地的六阶宇宙之主 都有好些个 人类族群一个都没有 之前连巨幅创始者都没有至强至宝 幸好弄到一把神符 我人类将来诞生数百近千位宇宙之主 诞生数十位宇宙最强者 两大圣地宇宙也不若人类 巨幅创始者声音雄混 能走到那一步 我等近期都是族群的功臣 努力吧各位 为了我人类的将来 为了人类 为了人类 一个个宇宙之主发出激动吼声 他们心都在颤抖 心颤抖是因为这目标太大 大到过去他们不敢说 没一点底气 可现在罗锋得到 段东河一脉传承 这远古传承令他们有底气了 有底气渴望成为宇宙海第一 他们人类族群将授亿 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戴德会议结束 其他强者各个离去 只剩下巨幅创始者 混沌城主和罗锋 罗锋 巨幅创始者饱含期待 这段时间要麻烦你了 一切为了族群 罗锋道 对 为了族群 巨幅点头 之所以回来才开始 一是很多系统传承 培养非常庞大 单靠讲解 意识传递 虚拟宇宙实在太满 二是培养人类未来强者们 是需要很多物品的 比如蕴含 法则之纹的一座座冰山等 这些都是在传承空间内 必须罗锋回来才能带回来 此次崛起计划 一是培养五族强者 自身实力 这需要时间 二便是至强之宝了 巨幅创始者笑道 你刚回原始宇宙 准备什么时候和东地生地交易 我准备先在混沌城 将培养体系等等 大框架弄好 估摸着十天半个月即可弄好 到时候再联系到东地生地 罗锋道 巨幅笑起来 早知道你弄到至强之宝 我倒是不必冒险去清风界了 我正在从清风界核心之地赶回来 不过 清风界核心之地极危险 赶回来需要好些时间 好了 你和你老师 去安排培养的事吧 巨幅说道 罗锋和混沌城主 当即离去 初始宇宙 混沌城 城主府内府的高处 罗锋 混沌城主 都站在栏杆前 可轻易幅看到混沌城无数建筑 罗锋 崛起计划极为重要 远古文明传承绝不可外泄 混沌城主提醒 整个培养系统 一切你来主导 你需要注意防范外泄 这是当然了 罗锋一笑 随着我人类族群强者越来越多 其他族群势力自然也猜到一些 所以我才将培养之地放在这混沌城 这里最安全了 没有任何强者敢跑到这来 其次 有些即使是间隙看到了 也无法抄袭的 比如我准备的三百座冰山 而且根据后备天赋程度 会准备不同培养方式 整个培养系统很是庞杂 除了部分需要罗锋准备物品之外 其他还有很多培训方式 是放在虚拟宇宙中 为此 罗锋特地将十二颗记忆之石 放在城中辅那 虚拟宇宙的核心处 进行接收记忆之石海量讯息 虚拟宇宙 混沌城 便是最主要两大培养之地 而接触机密的 要么就是人类族群 真正的核心高层 要么就是灵魂奴仆 且接触机密 都是接触冰山一角 唯有虚拟宇宙知道的 才是真正成系统 当然罗锋知道的 才是最多的 原始宇宙 银河系 罗锋神殿处 我刚会原始宇宙 罗锋手持传讯令牌 北真性主 放心 交易很快进行 罗锋 速来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 接收到邮件 是混沌城主邮件 嗯 这么急 罗锋发现 混沌城主老师 发来的邮件 难得的是一封 犹如低血般红色邮件 这代表急急切 刷的一下 虚拟宇宙 雷霆导致电 混沌城主所在 老师 罗锋一出现 便看到前方 站着混沌城主 混沌城主 神情凝重 一看到罗锋 就立即到 走 去巨府那里 根本不解释 无尽黑暗星空照耀下 在悬浮的一片陆地上 巨府神殿前的 长桌上 一道道人影出现 罗锋和混沌城主 是最早到的 老师 到底怎么了 罗锋连忙追问 等会儿细说 混沌城主 宁重道 罗锋却是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虽然事情极为重要 可还在掌控范围内 否则老师不至于 还能这么等着 一个个宇宙之主到来 很快 十九位宇宙之主全到了 哗的一下 一道人影凭空出现 坐在主位上 正是巨府创始者 主位 巨府创始者目光一扫 十九位宇宙之主 哥哥看过来 他们都被召集来 而且召集的 都极为急切 我遇到麻烦了 巨府创始者看向 人类族群 十九位顶尖存在 低沉道 我在擎封界核心之地 遇到了麻烦 上次元傲之主一役 泄露的那一份地图 应该是假的 地图是假的 罗锋一惊 当初可就是 自己亲自出马 而后又有 冰封之主帮忙 争夺到部分地图 是一布局 巨府创始者正中道 不过对方 应该没有意料到 我的实力 所以他们吃了大亏 可在战斗中 我却急不走遇 陷入了核心之地中的 昏暗之地 昏暗之地 包括罗锋在内 各个露出惊怒之色 人类族群最详细地图 都是共享的 而且主要还是 罗锋献出的 自然很清楚 昏暗之地 是清风界核心区中 一个极为可怕区 和它一比 像宇宙中内域的 所谓的阎兵玉 灭神剑之类的 简直就是儿戏 须知核心区域 随便拿出的地方 都比阎兵玉等 要可怕多了 更别说核心区域中 都凶名赫赫的 昏暗之地了 它的危险 虽极为可怕 可在核心区域中 也只能算是中等 可是 只要陷入昏暗之地 就从来没有一个 能出来的 那是一个绝望求劳 昏暗之地 虽然陷入的宇宙最强者 没听说过谁能出来 巨幅创始者目光一扫 郑重道 可是一来 陷入昏暗之地的 本来就少 数量少不能说明什么 二来 我也不同意 一般的宇宙最强者 我现在陷入昏暗之地 以事件无法出去 不过只要不传出去 谁都不知道 我需要时间 慢慢想办法出去 在这期间 我人类族群 要稍微低调一些 巨幅创始者正动道 元祖被镇压 我被困 族群暂时没有 宇宙最强者坐镇 这很危险 不能外泄着消息 是 一个个连忙硬道 谁都清楚 事情严重性 没宇宙最强者坐镇 那可麻烦大了 我现在全力以赴 不好分析 没重要事情 不必联系我 巨幅创始者 宿目道 紧跟着便凭空消失了 巨幅神殿前 长桌旁坐着的 十九名人类 最高层存在 彼此相识 心中充满忧虑 那可是昏暗之地 现在昏暗之地 若是巨幅创始者 永远都无法回来 那怎么办 没有宇宙最强者坐镇 人类族群 将会遇到很多麻烦 巨幅受困消息 不得外传 这消息定为最高机密 混沌城主开口 罗峰他们一个个 都挣住点头 忽然 正当混沌城主 黑暗之主 罗峰他们一群存在 都有些心烦意乱时 忽然长条 诗桌主位上 再度出现巨幅创始者身影 巨幅创始者眼眸中 有着惊怒之色 脸丝吼道 记住 不要来昏暗之地 不要来 轰的一下 人影消散 罗峰他们十九个 猛然站起来 他们觉得不妙 怎么了 巨幅创始者遇到什么了 怎么刚说一句话 就消失了 一个个慌乱了 仅仅数秒钟 虚金之主便面露惊恐 凄厉道 巨幅的小星宇宙 已经开始崩解 巨幅 陨落了 宇宙崩解 巨幅陨落 个个蒙掉了 罗峰 混沌成主 黑暗之主 等一个个站着 被这突如其来消息 打得完全崩掉了 这是噩耗 是整个人类族群的噩耗 罗峰 混沌成主 黑暗之主 虚金之主等 一个个眼神中 又是焦急 又是愤怒 又是惊恐 人类唯一 坐镇的宇宙最强者 竟然陨落了 人类的天 真的塌了 巨幅宇宙 是人类拥有的 两大小型宇宙之一 因为元祖早早被镇压 使得出世宇宙的演变 不完全 令出世宇宙中生活的人类数量 并不多 更主要是一些绝世天才 强者们聚集在出世宇宙 而巨幅宇宙 早已演变完全 生活的普通生灵 就多多了 怎 怎么回事 天 天裂缝了 在巨幅宇宙其中一个空间内 巨幅都无常一脉的 诸多家族的族人们 以及被吸纳的大量精英们 一个个震惊恐惧慌乱了 只见原本静美天空 此刻却是露出 猙獰巨大裂缝 而且天地开始倾塌 并且空间都震产起来 时而出现空间裂缝 一些倒霉的人类 被一些空间裂缝波及 或者身体少了一半 或者干脆整个烟灭 轰隆 大地裂开倒到巨大缝隙 快 快 各自聚集 不得单独乱跑 一名风亡不朽 站在半空中 满脸焦急 随即 刷刷刷 接连瞬移 将一批批人类 直接收进他的世界戒指中 这一空间中 共有十二名宇宙尊者 三百九十九名 能顺移的风亡不朽 都在迅速收着 人类族群诸多重要精英 而红 就是其中一员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